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进行了深入沟通 欧尔班总理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有关情况 习近平主席赞赏欧尔班总理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的努力 阐述了中方的有关看法主张 习近平主席强调早日停火指战 寻求政治解决符合各方利益 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无外意 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 尽快推动局势降温 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直接对话谈判 创造条件提供助力 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 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中兄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中方愿同兄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 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 不应损害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不应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 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 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 任何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 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径 都将招致地区人民的警惕和共同反对 二战时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 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 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 日本应认真反省侵略历史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西藏事务使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长期以来 西藏的经济蓬勃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弘扬 各族人民 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使用和发展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内的 各项权力和自由 得到充分保障 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众所周知 十四世达赖 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 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我们敦促美方 充逢认清 设葬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 认清达赖集团反华分裂的本质 恪守在设葬问题上的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 为战独四 为战独势力 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站台背书 北约作为冷战产物 和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 一面声称自己是区域性 防御性组织 一面不断地越界扩权 突破防区 挑动对抗 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这是威胁全球和平稳定的 真正风险源 北约因恪守其区域性 防御性组织的定位 停止在亚太制造紧张局势 兜售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不要搞乱了欧洲 又试图搞乱亚太 仙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不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中方的军警 舰船 在仙兵江附近海域巡航执法 符合中国国内法 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新报告指出 美国政府向相关网络安全企业施压 要求其篡改 可以佐证福特台风 是勒索软件组织的技术报告 上演了一出 现实版的掩耳盗铃 欲盖遗章 中方强烈谴责美方上述不负责任的做法 敦促美方做出解释 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蔑猛黑 以负责任态度 维护网络空间 和平与安全 中方强烈谴责任的掩耳盗铃 中方强烈谴责任的掩耳盗铃 中方强烈谴责任的掩耳盗铃